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希哥 我們是Hey Vibe 神早新聞報傳 早安 希哥,今天口齒另來五 早安 今天來到5月17日,星期一 今天的天氣是部分時間有陽光,天色都相當好 市區最低氣溫28度 最高氣溫約33度 新界地方會再高一、兩度 受低亞曹的影響 今天會有幾陣就有雨 手後局部地區有雷布 吹黃緩的南紫西南風 另外,今天最高紫外線指數乳測 10強度屬於15高 建議大家帶傘出去,又可以防曬 又可以擋下雨 接下來幾天都會有幾陣就雨 初時局部地區有雷布 都是會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 嗯,好啊,炎熱啊 今天又是炎熱? 哇,熱了很多天 那些年輕人現在不知道會否害怕心寒 現在港大招募 十一至十六歲的青少年 就是試針接種Beyond Tech和科興 就說已經有六十人報名了 嘩,厲害了 就說是希望考慮恢復全面受貨 對,面獸,見面,現在都是玩視像的部分 希望全面服貨 但是,喂,現在那些年輕人 說十一至十六歲的死亡率很低 很快就康復了 但是你打針,你找命拼 你又是這樣 所以那些市民當然很有意見 究竟說了什麼呢 都是那些,是不是那些藍絲 家庭才會把子女出來試 有些又說是不是新移民 有些又說,不是啊,找命拼 很多這樣的留言 那我覺得,不試過真的不知道 因為你未有那些實例 究竟那些年輕人打了針之後會怎樣 那真的要找人來試 那究竟是怎樣的,真的要等他先打完 說未來大概三個月左右 就會有一個測試的成果出現 希哥,你怎麼看 我很少聽小孩子去看 通常都是那些大人怕自己出去走動多 打你防止 之前都不准打 十六歲以上都不准打 那只是確診來計 那十一至十六歲我都沒聽到有死亡個案 對,香港沒有先 還是我記錯了,還是怎樣 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這些就是 天佑港人,不是怎樣 希望他們沒事吧 那我再說了 之前不是有隔離那些東西 隔了去那些築高灣的 原來在影灣園 有幾十個居民是沒有檢疫令的 無緣無故被送去捉高灣 很嚴重 那當然是罵爆了 原來我沒有關係 被送去,然後就送回來 那問衛生署你怎麼回應 那他就沒有回應 不回應就決定了 好吧 確診的那些很少,數字也很帥 看到好像有個小寶寶 都是中了一招 都是之前那些有病例個案 就是一個非籍的小朋友 沒什麼事 都是幾個月大就確診 那現在星期六 因為沒有,隔幾天才報 隔了沙才告訴你 星期六,增十一人 打針後送丸 越來越少 六十歲的男人 就是高血壓 空暴不適 需要留院 三十三歲的女人 打完針後 血管迷走 神經性就昏迷 就是了 不知道是怎樣 就是暈 我猜是這樣 就說現在有116萬市民 接種了第一劑疫苗 就說包括50.5萬接種科興 這些就是衛生署數字 你自己想 因為他說11個 我開始報越少 越報越少 人數越打越多 你就自己計算 不知道 我不認識 接著就說一下 現在香港 我發覺這兩天 這兩天 很多人想著 輕生 在石梨村那裡 有個懲困的男子 就危坐天台 就五個小時 談判專家勸服就送丸 不要搞這些 二十歲很年輕 女死的女還在下 更可愛 是啊 我也曾經為過情不開心 但是 其實現在 想回我的人生 如果我不開心 當初做了什麼 就沒有今天的我 女不女的那些很小事 對 但是這些其實很多種 不是就是女的 你知道現在的社會 這麼多 就是 沒事做 前途迷惘 那些人就會想到一邊 老實說 做什麼都好 前途迷惘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不要做一些 用時間去換錢 抹殺了你這個 人的專長 抹殺了你興趣的工作 那你這個人 就不會 不開心得去哪 不會開心 總之你這個人就會開心 每一天 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不要說錢不錢 你開心的時候 你的時間是享受的 如果你做一些事情 你不開心 你是用時間去換錢 等下班 你的人生是浪費的 如果還沒做事 還沒想到做什麼 就讀書 或者看書 看看自己喜歡什麼 哪方面有興趣 先不需要想一而變 女不女的也是很死的 通婕也是女 這樣說 說得多當然多 有關堂有個90歲婆婆 又墮樓送院就身亡 這些都是 了解墮樓原因 有身體病紀錄就是厭世 其實 當然長壽是一種福氣 但是 我之前在維園跟伯伯聊過 他說 我今年很大 89歲 腰骨很直 很健壯 然後 他說身體很多病 痛 我仔細看 看見他的眼睛很黃 其實是的 年紀大 身體器官就不一般 但是其實都可以 放鬆一下自己 有些人就加上情緒病 一點點不舒服 就加上情緒不好 很厭世 說話又很負面 還有沒有家人的陪伴 有些人就 所以都很難說 要多些 這個 可以說 你這個人 要仇寂寞 要做到不仇寂寞 所以說 年紀小的時候 我們這些年紀 或者再小一點 就要 習慣自己 陪自己 學識自得 其樂 是的 我反而 找一些興趣 現在這麼多時間 我反而有人陪伴的時候 我自己更煩惱 不過年紀大的時候 身體各樣器官出現問題 都是一個問題 這些可以留給專家說 我覺得 我也不懂得說 因為我想我年紀大的時候 都應該沒有什麼人陪我 一定沒有我 上一代上兩代 這麼多人陪先 因為他們是高的 生很多小朋友 是的 我們現在越來越少人 生小朋友 不知道究竟是怎樣 再說一宗 又是墮樓了 這宗就厲害了 拿來做標題的 北角男子高處墮下20樓 20樓跌落街 然後清醒和奇蹟生患 20樓 你知道嗎 好誇張 比這裡更高 我們再高多這裡幾層 你想想 就說在這個七姊妹道 七姊妹道有鬼故 23號 昌明陽樓 昌明陽樓 一名男子從大廈高處墮下 受傷倒餓 4樓停車場平台 痛苦身淫 他51歲 報稱在20樓跳下來 竟然奇蹟生還 真的很奇蹟 你怎會猜到20樓都不行 其實有些 你其實在中間有東西浪一浪 但有些不幸在中間被你浪 是分開的 是的 所以很恐怖 這些 不要搞這些事情 搞得定都不好 我們這些信輪迴的 你今世做人不行 你下世就做些更慘 你生於戰亂 你怎麼辦呢 是啊 你看不到而已 六度 人間六度你看不到而已 掉下來之後 你做條魚怎麼辦呢 你反正都搞定自己的 不如被人湯 湯回十世八世 或者做豬做狗 你怎麼辦 狗可能更加舒服 開心 做豬就麻煩了 不過狗也有分做流浪狗 還是做寵物狗 很難說 但是一掉下去 你自己搞定 自己肯定是掉到更加差的一個度 我們這些信佛的就是這樣說 你自己 不要想現在慘 其實做人不慘得去哪裡 尤其是香港人 我經常都說香港挺好的 又有飯石又什麼什麼 但是當然有人說 比以前差了 看到是比以前差了 但是都不是太差 那這樣說 比以前差了呢 香港 因為之前和平集會 說是有罪 但是 只是自簽五百元就OK 現在就變成了和平集會 就要坐牢 坐一年半 哇 是啊 還說在2019年開始 高達75%判即時監禁 香港人說不開心不開心 就是這些不開心 但是有時候宏觀世界 有些人教我 跟我說 不要說那些什麼 看世界有些人更差 大哥 那事實上 事實上這個世界很多地方 都比香港差 你看看你的觀點在哪裡 如果你說糧食短缺 那些非洲一定差 很多地方 譬如說台灣 台灣也有些人更差 所以很多人走去台灣 但是疫情是說 有二百個人 二百個人進醫院 已經說打爆了那些床位 但是我昨天跟希哥分析 我跟希哥說 五千個 那時候香港說過加壓病房 有五千個 如果有五千個人確診 就會整理香港的醫療體系 其實香港的醫療 真的全世界算是這樣 所以你說 等很久 急症室 等到人都死 但是 香港的確是全世界最高 叫做最高年齡 最長瘦的人 香港 因為醫療是最好的 以及最近 你說它不好 其實人是想改善 但是有些地方 基本上死在家裡 都沒有人知道 快 救得遲 是啊 有時候真是一句話 身在福中不知福 人是需要 釋福 感恩 那你的人 什麼時候都會快樂 有句話叫什麼 貪心的 你給一個無邊無際的 你都會覺得不夠 但是釋福的人 少少的東西 你都會珍惜 感到是可貴的 說到台灣那邊的疫情很嚴重 現在凌晨開始 台灣抵港人士 就要檢疫21日 隔離三個星期 台灣那邊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再報一下 昨天在說 哇 昨天在說180多 現在兩天加上 是386宗本地確診 昨天就單日200多 越來越多 台灣那邊就在創紀錄 所以黃秋生也在呼籲 很容易 不用這麼什麼 香港都試過這些 其實台灣地方大 都不出奇 越來越誇張 那個確診數字 有一件事挺搞笑的 我覺得挺搞笑的 可能希哥不懂笑 把這個大步山電單車的男司機 報清自炒 有網民揭發他 有女乘客受傷自己先走了 這件事怎麼揭發呢 我不說新聞告 我說被揭發那個 叫做車天車地影集 HK 不知道為什麼 被我看到 好笑 那人就說 你不要L走 你不要L再打給我 恐嚇我 問你要不要幫你報警 你又說不用 等女兒走了 之後就笑笑口說 可以拿回炒車獎金 男人之中你也算賤L格 請問你是學牌還是P牌 這麼急送女兒走 因為後面開電單車是不能坐人的 後面 跟著就說 你是否想妨礙司法公正 這個人開那個什麼車呢 就是綿羊仔 貼了拉花 就假裝街車 假裝劉德華那時的烈火箭車 看到照片 這人是躺彎的 你看 再一個 對 再一個還躺彎 頂你個肺 你這麼綿羊仔 躺什麼彎 這些又是 好嚴重 你開車 電單車已經危險了 你還要玩這些 接著就說 拿著羊在那裏扮街車 躺彎 還要載著女兒 揭發了她 就很多人分享了 很多人當然是笑笑她 假裝什麼 我猜 你無端端為何要叫女兒先走 當然是有些非法事 如果不是 因為怕她媽媽罵 就算你媽媽罵 你也要留在這裏 這些真是妨礙司法公正 但最後怎樣 最後好像是 怎樣 沒有解釋 為何要叫女兒先走 這些是不行的 總之有群組爆她 她手腳刷傷 案件列作交通意外 有人受傷 不知道警方那邊 會不會再去跟進 她叫女兒先走 這些事情 說就被人拍照了 究竟行不行 這些再看新聞的跟進 另外說一些好爆的新聞 美國有華裔司機 遭歹徒罵她 說回中國 然後拿槍指她 拿槍指她 差點命都沒有 然後她說了一句保命 我來自台灣 然後我不殺她 所以都說不懂得分 說別人見到你黃種人 就已經不喜歡你 別人是 怎樣說的 排華 那排華很嚴重 你看到 這些招勁 之前好像有個YouTuber 都教人保命 不是保命 上次YouTuber 教一些來香港的女客 他說如果你問人路 別人不理你 你就說你是台灣人 然後那些人就會通關密語 那時候 你知道 你懂得笑 你知道誰 這招挺好用的 我來自台灣 可能 不知道 之前有人說過 中國的移民去到哪裡 然後就說 搞到別人的地方 什麼什麼 所以就恨他們 或者現在又是因為病毒 可能有人說 在哪裡傳來的病毒 所以有這樣的情況 我都不了解 也不可以說太多 總之教了大家 這個保命招數 因為我有些聽眾 是外國聽我的 在美國佔了 差不多10%的人口 聽我的節目 所以大家聽到 我來自台灣 沒事的 分分鐘 救回你一命 今天的新聞差不多了 謝謝希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回家 留言給like 拜拜